我們這麼認真在地方服務的議員 只是我覺得你行銷 今天媒體不敢去露一個新聞 你有沒有這筆預算媒體都不敢露 也不敢露的本錢 你今天你不用這些包裝 它一樣只要你做得好 它一樣要報導 我只是說 我不希望我們這些錢給你 是你買通了像三例這樣子的廣告 然後來不斷 利用每一個小時來抹黑我們所有的議員 議員本來就要攤在新聞 連市長也是一樣 就像他那個乾爹的事情 我們大家都攤在 攤在這個陽光下給大家檢驗 你也不是你今天買通了媒體 白的就可以說成黑的 黑的就說成白的 我認為所有的預算都應該刪掉 我們謝川文議員說刪一點點 我還覺得 真的不需要給你們那麼多錢的做事 我希望以後不要再從 我現在會每一件事情再看 我希望你針對議員客觀的報導 不要把你一隻手來伸進 把這個去 你的職責 黑白不分嘛 你就針對所有的議員來抹黑 我希望你不要如此 蘇崔林議員 那個 處長 對 議員長 你好 我請問您 我們105年度的預算 幫你刪掉了 這個媒體運用資源這個部分 刪掉了2000萬嘛 對不對 對 然後甚至300多萬 對 然後你剛剛回答 很多議員的回覆 你是說不夠嘛 那我請教一下 我們知道在這一次台灣燈會的時候 你在各個局處裡頭 也都放了錢做媒體公關啊 是不是 跟議員報告並沒有 台灣燈會是專案的處理喔 是邊在官旅局的預算下面 不只啦 所以你太客氣了 你確實如此啦 你太客氣了 你不但官旅局有錢可以打廣告 文化局也有錢打廣告 甚至連教育局裡頭的錢 都還可以打廣告 然後呢 然後還有你們對外募款 尤其是對外募款的那個部分 對外募款的那個部分 到目前我們看到裡頭的 這個明細 其實也跟我們在坊間 在外面 聽到的也都不一樣 那個中間還有很大的一個數字 是一個問號 而這些錢呢 據我們知道 也都拿去打廣告 所以在媒體裡頭 其實我們看到我們的能見度很高啊 常常在報紙看到買整版廣告 然後在電視裡頭 也看到你這個在最黃金的時段裡頭 TVBS 三立 民視 我們都看到你們那個廣告 然後這個辦活動的時候 都還在尾辦費裡頭 還要求尾辦費裡頭 一定要再挪一項經費 要做廣告 所以這個部分喔 其實應該講 帳面上看到你的這個經費不多 105年看到的不多 但是實際上呢 你是把所有局處裡頭 所有可能可以拿來做廣告的錢 都做了廣告 然後呢 再加上對外募款的 什麼經濟費的 那所以事實上啦 我們能夠管到的啊 大概是鳳毛麟角 是你的你的媒體預算裡頭的 大概個位數或者十位數 你那個最大的數呢 其實都沒有在預算書裡頭 那所以我們看到你 雖然你只有三百多萬的經費 可是呢 做得很成功啊 把桃園行銷得非常好 對不對 如果議員覺得我行銷得很好 恆請支持給我更多的預算 所以啊 我的意思是 你們啊 我剛剛講的做得非常好 是你們啊 運用媒體已經到了 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啊 我想這個你啊 這一點你真的是太厲害了 這個太厲害 所以呢 我認為預算給你這麼多 其實啊 這個其實是沒有用的 因為只是讓你更漫無節制的 在做這個媒體上面的這個運用 而且從東國啊 我的經費也這麼多 我相信啊 好 我們再珍詢一位議員發言 等一下就要這個歌字的 這個表決 那麼請 萬美林議員 好 謝謝主席 我想喔 預算一筆一筆看啦 我現在就是先 我現在先看到這筆三千兩百萬 你說你要做各項媒體資源 重大市政行政相關宣導費 我想喔 這個預算真的是浮編到太誇張了啦 你自己摸著自己良心說啦 這樣的預算沒有浮編嗎 對不對 我跟你講 你新聞處喔 你搞清楚啦 兩個點啦 第一個點喔 很多的新聞記者媒體也在跟我講 你常常在辦很多沒有必要的 沒有新聞性的 甚至可以說連宣傳性都沒有 一點可看性都沒有的記者會 或者相關的活動 那辦的是喔 不但新聞記者媒體喔 憑於奔命跑你這種沒有價值的新聞 那麼也常常做出很多擾民的工作啦 跟議員報告 如果新聞處是可以這麼好做的話 如果新聞處這麼好做的話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人人人都可以去坐穩這個位置啦 虧大家以前還覺得說 歡迎議員來做做看 你是專業的這個新聞處長 結果呢 我跟你講 不出兩年啦 大家就看破你的手腳了對不對 只是把錢給你 用錢去花錢去買 大家都會嘛對不對 拿錢就可以買通一些 可以用錢被買通的人 或者媒體 我覺得非常不遲掉的行為啦 這不是我做事的邏輯喔 如果說這樣的這個預算 給你這樣去花 我們所有的議員是對不起啊 對不起這個投票給我們的選民 來監督你的預算啦 所以我覺得今天啦 是我覺得謝議員的這個動議喔 我想也尊重啦 但是我個人覺得喔 這個三千兩百萬的這個預算 真是太多了啦 我動議就這三千兩百萬的 這個單筆預算喔 留一千五百萬給你就好 剩下我動議刪除啦 這種預算給他啦 給新聞處來花 一點意義都沒有啦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幾年當中啊 我們固然喔 剛才我有聽到 我們有議員同事在講 以比例來看啦 可是我要說的是 比例真的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每一塊錢都要用在刀口上 每一塊錢我們在審查預算 對得起這個托付給我們的選民啦 每一塊錢你們在編的時候 你們要想想看啦 這個錢喔 是名指名高 對不對 今天絕對不是比例的問題 而是當不當用 如果今天當用 再一個錢都給你 今天不當用 一塊錢都不可以給你 哪怕他的這個比例 在一萬分之一 都不可以給 對不對 那更何況 過去給你的這個新聞處的錢 我們看到都是 非常浮華 在做一些不實在的事情 或者聯合一些特地的媒體 做一些不實的實控 我跟你講啦 其實真的不用花那麼多錢啦 據我了解 你也常常私下 或去聯絡一些這個什麼 什麼網路網站啦 要求很多的網路網站 幫你一起打這些不實的宣傳跟廣告啦 議員這種說法才是不實的 很不清不楚 不甘不敬的一個做法啦 議員這種說法還是不實的 所以再把這樣的一個錢給你喔 我跟你講喔 真的是浪費啦 我覺得這樣是對不起 這個托付給我們的選民 這筆錢喔 我認為 這個 我看這樣好了啦 原則上喔 留一千萬給他就可以了啦 剩下我動議是刪除 那麼我們先處理割製案喔 剛才我們放剛翔議員喔 他主張 就是我們 有兩筆 就一般事務費呢 第二筆喔 三千兩百兩百萬 以及第五筆的一千五百萬喔 他主張割製一千五百萬 那麼我們先處理割製案 兩筆都割製嗎 好 那麼兩筆都割製 那麼各位議員有沒有人覆議 有沒有人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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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麼我們舉手表決 那麼清點人數 那麼清點人數 韓主席三十四位 贊成各自的請舉手 十七位 反對各自的請舉手 十五位 好 那兩筆預算 各自 十六頁還沒有意見 林正鋒議員 林正鋒議員 請問局長喔 你那個一般事務費的第二項一千一百五十萬喔 那個辦理市政檢介的相關費用 跟那個市政看護編令八百五十萬有什麼不同 跟議員報告 這個市政檢介的部分喔 是的確有許多這個各縣市喔 各企業 國內外的團體 會想要瞭解桃園 那桃園生隔兩年喔 在去年的時候曾經做過一版的市政檢介的影片 跟檢介的書籍 那兩年了有很多新的政策 跟新的數據需要調整喔 所以我們明年打算 花五十萬 這個印製五千本的書籍 以及花一百萬重新拍攝 那市政看護不是一樣嗎 市政看護是指這個每個月一起的桃園製 那今年是這個編列了一千萬 那印三萬本 那兩千一百個配送點 明年我們打算 少印一點 環保一點 那加強網路的行銷 編兩萬本 所以我自動調整了 從一千萬 調整到八百五十萬 所以你認為說我們今年編太多 明年要少編對不對 我想說 這個桃園製做了將近兩年喔 開始有一些口碑 那可以加強網路的行銷 紙本少印一點 那紙本少印的部分 主要是將公家機關的配送數量減低 那不會變動 這個配送到 比方說桃園的 這個量販店 百貨公司 咖啡店 成品書店等等的數量 我想說 降低一些公家機關的數量喔 那可以少印一些紙張 那加強網路巡銷 所以我自己少編了一些錢 我建議把那個八百五十萬先擱置 好 那麼林甄峰議員主張 市政看護編印八百五十萬 還有辦理市政檢介相關費用 好 就市政看護編印喔 發行八百五十萬 林甄峰議員主張擱置 各位議員有沒有人服議 有沒有人反對 我已經敲錘子了 速度太慢了 那麼十六頁還沒意見 蘇崔玲議員 這個辦理本市吉祥物相關費用喔 要八百萬 我們這個吉祥物不是已經出來了嗎 跟議員報告 吉祥物雖然已經出來了 可是其實他的姓名喔 肖像權還沒有註冊 跟議員報告 兩支吉祥物 這個姓名十個動作 八樣 八個樣態 總共光註冊 就要花兩百四十萬 那剩下我們現在只有一支喔 其實他們現在已經很骯髒了 其實喔 我跟你的看法 可能完全相反耶 桃園現在已經選出了這個吉祥物 那麼也在媒體曝光了 那天也跟華航一起在那邊跳舞了嘛 對不對 那其實大家都印象很深刻 那麼我反而一個另外的觀點是認為 不用註冊啊 其實應該要歡迎大家來拷貝啊 因為拷貝越多喔 就會讓桃園的知名度越廣啊 跟議員做報告 我當然歡迎大家來授權使用 我認為喔 但是這個東西喔 現在是我在請教你還是你在請教我 現在是你在請教我 還是我在請教你 我有答詢的義務啊 現在是你在請教我還是我在請教你 那議員您請說 主席請你把他的麥克風先關掉 我有需要他解釋的時候他在解釋 否則我講一句他講三句 到底是誰在問誰啊 現在你是新聞處長還是你是議員 你如果那麼喜歡做議員 你就下一次來選議員嘛 坐在這裡你愛你問 我沒有要選議員啊 謝謝 請處長葉舒發言 謝謝 好 那舒妍 我個人認為這個吉祥物啊 有越多人拷貝越好 那麼越多人拷貝就會把這個桃園的知名度呢 藉由這種複製啊 這個傳遍大街小巷啊 傳遍到各個角落 因為我們是一個公眾的 我們是非營利的 剛剛講你說啊 肖像權啊 或者是有個人的這個問題的 那基本上啊 都營利行為 或者有專利行為的這個部分啊 那個我們當然要保護他的肖像權 或者他的註冊商標 好 但是在桃園市政府的立場 我們是一個公家單位 又是一個非營利的一個單位 那麼選出這個 就是要加深大家對桃園的印象 那麼越多人去拷貝 那麼就代表著這個知名度就會越提升 我們這看到這個山寨版的東西 只要一出來 這個搞不好那個山寨版啊 幫他打的廣告啊 比原來的正版的要來的更響亮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納稅人的錢啊 這個每一分每一毫 都應該要特別的去幫他把關好 那麼更重要的就是 我們認為這個吉祥物出來以後 那麼這個就不需要再另外花這麼多的錢啊 在這個上面 好 那我想這個部分 而且剛剛聽到了 那個什麼動作這麼多 好 那個蔡芳一言 謝謝啊 那個局長 剛才說到 這個商標說 山寨版越多越好 搞到最後大家都能用過 都可以用這個所謂的什麼 阿陶跟阿源 結果有人去註冊之後 我們不能用 那是不是會很好笑 這當然 所以才有註冊的必要 我跟議員報告 包括熊本熊 全世界這麼有名 他們也是有註冊 對啊 不要說我們沒有註冊 結果大家搶著用 用到最後 我們自己的吉祥物 被別人註冊去了 結果我們不能用 反過來告我們 要我們什麼 算我們侵權 要我們什麼 板費 什麼一些費用 那不是很好笑嗎 對 就是我們希望做這個註冊 就是希望避免這樣的 因為這個 我想桃園人也蠻喜歡 阿陶跟議員 那我們的吉祥物 目前 整個在 我們桃園已經算 大家都 蠻清楚了 那現在 之前也去高雄 去做一個什麼活動 對不對 對 那那個活動的成效怎麼樣 跟議員報告 這個 全國大概有57組的這個吉祥物 在高雄做PK 包括公家機關的跟企業的 那阿陶元哥 在整體的網路票選 是全國第一名 那獲得人氣王 那整體的比賽 我們是得全國第二名 那我想請問你 除了阿陶跟元哥以外 你認為哪一組的吉祥物 比較可愛 我覺得 都有它的特色 對 真的都有它的特色 要講實話 每個都有它的特色 還是你沒有去研究 我研究蠻透徹的 包括 今年燈會的時候 這個日本好幾個 比方說熊本熊 這個吉胖喵 那千葉君 來台灣 我包括他們偶的設備 內裝怎麼做 我都有做了很透徹的研究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投資的 那台北市的吉祥物是什麼 他們的吉祥物 他們這次是用世大運的熊站 熊站 那我們的跟他比呢 我覺得我們當然是比他還不錯 不過世大運 也有在桃園辦 所以我們是好的夥伴 所以你講話比較保留 沒有說我們比他好 互相切磋 大家進步 你跟兩隻手 相縁 互相切磋 他們有縁過 對 有縁過 真的 那採盤是什麼 採盤沒有採盤 這大家 大家 如果一定要拚順順 就比較沒意思 比較沒意思 對 好啦這個 該註冊還是要註冊 因為不要說 搞到最後 全天下都可以用 結果就我們不能用 那就真的很好笑 謝謝議員 你剛剛有提到說這吉祥物的註冊費用是多少 24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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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註冊之後你可以賣授權給其他要 就是說要受賣相關的這個我們桃園吉祥物的相關商品的 他反而可以跟你簽約 反而還可以 我們還可以賺錢 我覺得 我們反而不用自己花這麼多錢 註冊之後 還要花這麼多錢 你這個800萬 那你到底要怎麼使用 怎麼花 我跟議員報告 這個240萬的註冊費用 這個 他是公定價 阿桃園哥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十個動作 然後加上八種樣態 八種樣態 包括了他活動的費用 出現在影視 出現在紙本上面的這個 這個註冊權等等 總共240萬 那剩下 稱為議員所說的 我們明年也編列了大概 800萬裡面大概有200萬 左右是做相關的周邊商品 一些文創的小物 然後還可以來行銷桃園 那另外的其他的費用 包括了設計費 那包括了這個 喔要做第二套 因為他其實如果議員有常看到 其實他們現在蠻髒蠻破舊 還有維護費 那另外就是說 編了大概180萬 是超偶斯的費用 一場表演 兩支大概一萬五 那我們編列了120場活動的費用 以今年來講 一到十月 已經阿桃跟雲哥 全台灣喔 包括桃園 都已經表演了123場 所以我想這個費用 何時編列 非常合理 因為喔 你剛剛中間有提到說 他的一些動作 後續的一些相關的周邊的商品 副市長 你覺得喔 我是覺得說 我們可以把 就是我們這個版權 設定好之後 我們可以把 我們的這些相關的 阿桃圓哥的這些 另外製作的 一些小商品的版權 可以 就是授權的一些 一些廠商 他們有 就是有需要我們 反而能夠賺這個 相關的授權費用 我跟議員補充說明喔 這個 我們是比照 熊本熊的使用模式 然後以及參考高雄喔 高通通的這個模式喔 現在正在 在沿你這個吉祥物的授權使用規範 其中有包括公益的這種授權的模式喔 我們都有寫在裡面 那目前還在法規會做最後的審議 那通過之後 我們會到送到市政會議 我是覺得說 我們反而自己喔 可以 呃製作的部分啦 可以省起來啦 把一些 可以授權的一些 他覺得說 有需要的地方喔 反而我們可以賺這個 費用還比較好 這個我們會參考看看 不過我們的確是有在研究 這個授權使用的方法 所以是為什麼 要授權的 好 好 詹江春議員 那個 處長 議員長 你說那個註冊公訂價格 就兩百多萬 對 一個項目一萬兩千五 我跟妳講喔 我 妳知道 台灣有一個叫萬克隆公司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叫花克隆 我註冊他也註冊 結果我跟大家喔 打官司打了七年 我每一年都敗訴 我每一年都敗訴 然後我每年我都在上訴 然後總共打了七年官司 最後萬克隆倒掉了 我就自然勝訴了 對 結果我也花不了那麼多錢啊 不過議員七年訴訟費 不知道花多少 沒有花那麼多欸 不多欸 其實那個每一次的訴訟費都是 台幣十萬以內 但政府總不好意思跟其他新權的人訴訟 好 也不只這樣 我的公司也都有註冊啊 我還有註冊這個 一個 一套多媒體影音的這個 城市 那個播放城市 我這個申請還是申請國際 那個台灣申請以後 我在國外 我在國際上我也那個申請專利 那也註冊 我也沒花那麼多錢啊 我這都制裁局的 你的公定是怎麼來的 制裁局的價錢啊 蛤 智慧產產局的價錢啊 你 第一個啦 我是不曉得 到底你是怎麼花那麼多錢 第二個啦 你 一個吉祥物 你註冊了之後 你有必要說什麼 耶 兩隻手指頭註冊一個 耶 三隻手指頭註冊一個 然後四隻手指頭註冊一個 當然不會是這樣啦 那你說什麼幾個動作幾個樣態 你就 不管他幾個動作幾個樣態 你只要是用阿桃阿元 你只要有點類似 事實上他就已經違反到商標法啦 你沒有必要再非得說 我註冊連他蹲下去我也要註冊 他站起來他跳躍 我各種樣態都要註冊 沒這樣子的方式啊 你怎麼會註冊會發到200段 你議員可以參考其他縣市跟熊本熊跟日本的經驗喔 應該 我們要當然比最好的啊 你開那麼多個公司沒有一個沒註冊的耶 我知道啊 我從來沒註冊過說 我每一個註冊花200多萬 我就不用做了 我就賺的倒就好了 我賺的都註冊他就好了 哪一個企業說 我想我們這個議員應該有 從事企業的有申請 有註冊的應該很多啊 哪有一個阿桃一個阿元註冊要花那麼多錢 因為他不只是商標的問題 他有使用的問題 你這個註冊到底是怎麼樣 我是不曉得到底 你這個價格是怎麼樣給的啦 或者說有沒有其他的售售或是怎麼樣 我不知道 但我是覺得沒必要那麼多啦 所以我個人是主張啊 這個800萬刪除500萬 留300萬就夠了 刪除500萬留300萬就夠了 好 哈囉 黃沃茹議員 市長啊 市長啊 那個吉祥物要慎選啊 你知道我們有另外一台的吉祥物喔 叫阿桃 當初是放在我們那個巨蛋前面那個阿桃 放了20年 結果改朝換代以後啊 那個阿桃就不見了 結果那個阿桃現在在你們那個 體育處的那個地下室 那手也斷了腳也斷了 那我不知道你們慎選這個 要謹慎的選舉這個吉祥物的 這個重點喔 是在哪裡 是針對大家投票去灌票 然後市長去行銷 到處搖旗吶喊投我投我投我 然後大家投到他投中了 還是另外有所考量 才選這個阿桃跟 跟元哥 啊 跟譯作報告 這個阿桃元哥本來其實是 今年台灣燈會的吉祥物 那不過在燈會的期間喔 他們知名度打開了 所以我們就延續他在燈會的任務喔 那這個使用他們來當桃園的吉祥物 那透過今年在高雄舉辦的 全台吉祥物PK大賽 其實他們蠻受到歡迎的 那我最近也接到很多 關於他們的活動邀約喔 包括了這個 南投要辦國際殺雕藝術節 也來跟我們申請阿桃元哥的使用肖像權 那包括了前一陣子 北投的溫泉祭 也希望邀請阿桃元哥去 那包括了嘉義的這個國際管樂節 也希望邀請阿桃跟元哥去 不過我也要誠實跟議座報告 這些我都回絕了 回絕原因很簡單 因為沒有預算可以用 也可以阿 那個局長 你講前面那些我很感動 但是你講後面 也可以回絕 因為沒有預算可以用 你這是在恐嚇我們議員 也不是我不敢恐嚇議會啦 但這是事實的原因 因為的確要讓 我只是告訴你阿 你對於這個阿桃要慎選 吉祥物要慎選 你看我們選了吉祥物 並沒有保佑我們縣長 那個鄭公康泰 結果李福邦有被騙騙了 是不是 我覺得大家 是那個吉祥物不吉祥嗎 大家都可以珍惜吉祥物 大家也可以支持吉祥物 所以我是 而且這個吉祥物要擺多 它的年限是多久 它沒有年限 除非它不被支持 除非它不被支持 它不被誰支持 如果市民朋友不喜歡 它當然就不會被支持 不是啊 那這個也像我們一樣 四年投票一次 然後這個不認真的議員 就會被淘汰 吉祥物是不是也是這樣 我想他們現在人氣其實蠻高的 全國第一的人氣王 我當然支持這個吉祥物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吉祥物的這個產生是怎麼產生的 而且我對於您後來恐嚇我們議會 有人來邀約 有人靠 然後沒有經費 沒有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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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沒有開 董事長 議員長 我本來想支持那個擱置案 因為我剛剛聽到你說那個 八百萬裡面兩百三十注射費 剩下五百六 沒有我上次講的那個 Line裡面的那個動畫貼圖 抱歉 我跟議員報告 動畫貼圖有放在一千五那筆裡面 那是跟Line合作的 哪一個 放在一千五剛剛被擱置的那筆裡面 那你為什麼不放在這邊 你們編預算也很奇怪 因為 你的預算科目 你既然是吉祥物就要放在吉祥物的啊 我跟議員報告 這個已經在進行當中了 但是你要放在吉祥物啊 你怎麼可以放在那邊 兩百七十萬 所以你這樣只要讓我們知道 你預算的那個科子目的編列都有問題 不會有問題 真的 放置了這個部分 包括Line官方帳號的年費二十五萬 我那時候提案 我那時候在質詢要求說 放在這個動態貼圖 你要去行銷 你這個 那個其實也不用花多少錢 我知道有其他公司 像我的朋友 在進行這個Line的這個動態貼圖 那個行銷也很好 小成本可以博得大效益 就像剛剛那個陳美美議員講的 跟議員報告 這個部分的設計費是放在吉祥物的 不過因為網路的行銷 所以我把它 所以本來我是沒看到你在吉祥物這個 本來我想要求說 你把這個八百萬 既然你剛剛也講一千五百萬 包括剛剛擱置的那兩筆 三千兩百萬一千五百萬 加這個我本來講說 支持他的八百萬擱置 我建議你把這個八百萬 一千五百萬 三千兩百萬 這所有的這個預算 你的明細 你怎麼編 你需要做什麼 你剛剛講的 你送到議會來 那既然我們剛剛有這個 這個 我們議員有提出這個刪除案 那我也不表什麼意見 謝謝議員 好 楊超偉業 謝謝主席 我想大家針對這個吉祥物的部分 大家那麼多意見 我想請主席趕快處理一下 到底要刪除一半還是要擱置一半 我想是不是趕快趕快處理一下 第二個我想等一下等一下 我想說這東西趕快處理 不要浪費大家時間 第二個處長 我想說既然說有編那麼多經費 在什麼阿陶跟遠哥這部分 以後我們各局處辦理各項的活動 不要再花錢 請什麼明星代言 請什麼代言都不用了 我建議以後要增加我們的曝光度 要增加我們的能見度 以後我們桃園市各個局處的各項活動 都請這兩位來代言就好了 現在其實蠻多是這樣 以後都這樣子 我說你現在有這樣代言 那你竟然希望能夠提高 我們這兩個所謂的吉祥物的能見度 那以後我們所有的活動 都盡量的讓這兩位出席 我想這樣讓大家第一個能見度能夠提高 第二個也省了我們很多的費用 那這是我個人建議 第二個主席你剛剛提的 趕快做裁決好不好 到底是怎麼樣處理 謝謝 好剛剛總共有七個議員發言 那麼蘇缺仁議員呢 他主張擱置 對 那蘇江村議員呢 主張刪除三百萬 那麼我們先處理擱置案 刪除五百萬 那麼我們先處理擱置案 撤回擱置 哦撤回擱置 那麼現在 蘇江村議員呢 主張刪除五百萬 各位議員有沒有人服議 有沒有人反對 好 那麼我們清點人數做舉手表決 韓主席三十八位 好 贊成三十五百萬的請舉手 十八位 反對刪除的請舉手 十九位 本筆預算通過 有沒有保留發言權 那麼要保留發言權的哪幾位請 保留發言權的有 楊朝偉議員 楊維超議員 徐其萬議員 林正鋒議員 顏忠傑議員 劉茂群議員 謝章文議員 陳美梅議員 徐樹議員 周玉琴議員 黃婉如議員 蘇翠玲議員 萬美玲議員 山江村議員 葉明月議員 還有黃敬平議員 以上 好 第十六頁還沒有意見 好 接下來是新聞工作 預算金額一千四百三十七萬兩千元 葉次十七到二十一頁 共有五頁 從十七頁開始審查 各位議員 十七頁有沒有意見 十八頁有沒有意見 十九頁有沒有意見 十九頁有沒有意見 林正鋒議員 行運機長 國外禮物金額要編到一百八十萬嗎 跟議員報告 我是配合秘書處 配合市場出國考察計畫編的 秘書處有沒有編 秘書處有沒有編 秘書處有編 秘書處有編 你編一百八個給誰去 陪同市長出國考察的 你幾個人陪他去 你新聞處幾個人陪他去 不一定 看市長出國的 八十萬要去幾市幾個人次啊 我跟議員報告 我有換算 如果 以每個人來講 每人每天含住宿機票 這些交通 大概一個人一天 大概三千兩百二十六塊 這個都是府的這個編列的方式 出國考察的編列方式 我編列沒有錯 要編這麼多嗎 各科室都有編耶 在 這個一般十五個七百多萬裡面 這些媒體朋友 一直都編進去了嘛 你不要編媒體的錢嘛 對不對 711萬我們都沒有三年啊 所以你這邊應該三天掉 不要那麼多了啊 這個我尊重議會 但是我是配合市長出國考察的計畫 新聞處這兩年來 沒有自己出國過 對啊 你今年為什麼要編這麼多幹什麼呢 今年編得比去年還要少 因為一般市會 七百多萬都是這些記者 出國不對的經驗會 我們都沒有三年對不對 所以你自己不要再編這些錢了嘛 你不要去那麼多人就好了啊 對不對 還是有基本的需求啦 基本不要那麼多啊 我建議先擱置啊 出國禮會 好 國外禮會 那麼 林正峰議員主張 配合市府首長出國參訪的一百八十萬擱置 各位議員有沒有人服議 是 有沒有人反對 反對 那麼 那麼我們就舉手表決 那麼請點人數 韓主席三十三位 好 贊成各自的請舉手 十四位 好 反對擱置的請舉手 十七位 好 那個擱置不成喔 那麼 喔 那麼 處理刪除案喔 那麼 各位議員 各自要 各自沒過不用敲吧 各自沒有過 我們現在處理 三檢 那麼我們現在先處理三檢喔 那麼林正峰議員提議呢 配合市府的首長出國參訪一百八十萬刪除 那麼各位議員有沒有人服議 有沒有人反對 反對 好 那麼 舉手表決請簽點人數 韓主席三十八位 好 贊成刪除的請舉手 十八位 反對刪除的請舉手 十九位 好 本筆預算通過 保留發言前請舉手 好 保留發言前 楊朝偉議員 梁維超議員 徐其萬議員 林正峰議員 顏忠傑議員 劉茂群議員 謝章文議員 陳美梅議員 徐曉議員 周玉琴議員 黃婉如議員 蘇翠玲議員 萬美玲議員 山江春議員 葉明月議員 李嘉欣議員 黃靖平議員 以上 好 針對十九頁還沒有意見 好 劉茂群議員 劉茂群議員 主席我建議本筆預算刪除 好 謝謝 好 還有沒有意見 劉茂群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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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張辦理地方媒體市政文宣費用一百八十萬刪除 各位議員有沒有人呼應 有沒有人反對 那麼我們是不是要直接表決 好 清點人數 好 清點人數 韓主席三十八位 好 贊成刪除的請舉手 十四位 反對刪除的請舉手 二十位 本筆預算通過 保留發言權 保留發言權的議員有楊朝偉議員 萬美林議員 詹江春議員 葉明月議員 蔡永康議員 黃慶平議員 以上 好 請問一下十九頁還沒有意見 來 那個 黃康如議員 發言權最低的門檻要多少議員 我看這樣子所有反對的議員 大家都舉手 然後卓主任也練得很辛苦 然後也沒有它的意義存在 對不對 我記得是八個書面 八個書面 現場四個就 好 黃慶平議員 我們請秘書長說明一下 不是 這個簡單的問題 主任就可以回答了 好 我說明一下 我們按照規定 一般是提案的一個連署 一個提案 兩個連署 總共三個以上就可以了 三個以上 現場三個就可以 就是到時候要提案的話 是要有三個以上 所以最基本要三個以上議員就可以了 這樣子齁 那我們大家就保留一點空間 我看你念了半天 那也可以翻了好幾頁了 對不對 你是所有反對 所有反對的人 所有反對的人 通通都 都舉手 保留發言權 好 對不對 黃慶平議員 第十九頁第三筆 十九頁 那個辦理新聞語情資料研究與分析 提供施政規劃參考費用 出場這個錢你是怎麼用 然後細節的大概是 你是不是可以說明一下 好 跟議員報告 這個 是 這個每天喔 這個 包括報紙 網路 然後現在新興的媒體 然後包括電視 那我們有委外的這個 輿情的監看公司喔 那他每天會 就即時啦 他會傳遞說 比方說 這個 昨天 我舉例來講好了 比方說昨天交通部 證次 有說啊 這個機節可能會在上半年 明年的上半年去通車 他就會 會傳這個簡訊給我們 那我跟議員報告 大概每個月喔 因為現在議員是這個 資政媒體人出身 應該很清楚 現在網路媒體其實新聞很多 每個月大概要監閱 大概一萬五千則 跟桃園有關的新聞 你自己同仁不是也可以做嗎 新聞處的你們自己的 不管是正式的科員也好 或是約聘庫同仁 我跟議員報告 這個現在的新聞的量 確實是蠻多 陳如我剛剛所講的 每個月都有超過一萬五千筆喔 新聞處的同仁 每個人身上都有自己的業務 我想是很難負擔的 其實新聞量這麼大喔 這種東西啊 其實記者他們一兩個人 都可以搞定喔 我就不相信新聞處 新聞處的科員 你們在座的同仁 然後包括這個月聘雇的人員 這麼多沒有辦法去消化 符合這麼樣的一個語情 這個分析 我當然知道你們有一些委外機制 這種以前在台北 有很多這樣的一個政治公關公司 都在做這樣的一個 這個經營這樣的負責 資訊的這個回答 但是很流行 其實就是上網抓 這個就跟行政院 有很多的這個機制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慢慢都回歸到處裡面 或是以前的新聞局 現在的發言室裡面 那你們這邊也是一樣 我是建議說 回歸到你們是個新聞處裡面 有些同仁就可以去負擔這樣的一個工作 不需要到委外到那麼多 資訊量的這個負負擔 抱歉我跟議員報告 現在各縣市政府喔 都是委外的 因為那個量確實是太大 那每個公務員他都有本身的職責 我知道 因為你委外OK 但是你自己也要 你們自己也要有些 自己的責任能量 我們的工作是做篩選 然後 你們不能就是自己在篩選 然後到時候發布訊息 或提供給市長的 就是自己在判斷失準 好比說我就舉例上次那個王允城 金八局副局長的事情 的新聞處理危機處理 甚至你在八號發布了這個聲明 第五點 你講到副縣 說現在的那個副首長的聯姻會 說查無這個組織 說上個以前那個副縣長的確有這個 其實我覺得你發言人後 發布這個新聞講話要死事求是 像那個東西副首長聯姻會 十三兄弟會到現在都還有存在 你去問這些聯姻組織都還在 包括你們顏子傑 不是跟市長建議把無證據敗而掉 民政局 無證據 然後民政局和平政區公所 里長聯姻會就把他悄悄的退出 那無證據是不是有涉案 沒有涉案是要還他清白 那如果不還他清白 那是表示他有問題 這些都是包括你們語情關 你們不要以為你們做什麼 都不知道 顏子傑跟市長講什麼 然後叫那個無證據去關底 然後這牽扯的案情多大 所以我認為這瓶語情研究提供 好 那個謝張文議員 那個請那個新聞處長 張主長說明一下 你是做那個就是新聞語情的資料研究分析嘛 然後要做那個市政規劃的參考嗎 我請問你 我們最近兩三個月來 那個新聞界的這個語情反應 特別是跟民眾有關係的這個語情反應 你可不可以列舉兩三項說一下 我想最多的還是捷運的通車的問題 那像這兩天比較多的是 像前兩天這個面火器 乾掉的面火器的那個問題 那昨天晚上還有這個 這個台電斷電的問題 我簡單舉例像這樣 我跟你講處長你跟我們理解的 為什麼不太一樣 現在民眾最關心的是 地價稅調幅太高的這個問題 第二個呢 是就是那個中央政府呢 主張開放日本福島五個縣市 核災食品那個進口的這個問題 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在議會裡面 我想各黨各派呢 大家都有很大的這個共識 而且都開了這個記者會 那你做這些 輿論這個 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這個經費 我們當然要那個 就是該用的時候 我們當然要給你做這個支持 可是你如果做了一些 跟民眾好沒有太多 生活生活上面或者是 荷包上面上面好 就是太多相關聯的一個 輿情資料的一個搜尋的話 那我覺得你這筆預算的話 就是浪費啊 不會很遠 所以我們在大媒體 對不對 你們有沒有做那個 簡報的工作 早上有 有做簡報工作對不對 那你們會去做一些分類嗎 對 那所以呢 你透過這樣的一個 資料的一個整理 你去做這個分類以後 然後你才會提供出來 就是做一些決策的一些參考嘛 對不對 對 那所以你看 你講的 你講的這三項 其實齁 我們都不太關心 我們關心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地價稅挑戰的這個問題嘛 對不對 還有那個核災 核災區的這個食品 到底應不應該進口 我們到底要不要拿 我們那個全國老百姓的這個 健康去做賭注 這個是我們最關心的這個議題嘛 跟議員報告這兩個 謝謝 我們也都有處理了 我們也都有聲明了 所以齁 我跟你講 雖然你這個 今年的這個預算 跟去年邊的這個預算 是一樣的 但是我希望你們這個錢 真的是花在刀口上面 你不要做一些 奇怪的這個 舊情的一個那個收整 對不對 不會 然後透過新聞媒體 去做一些 做一些那些報導 那我也是覺得那個 其實齁 就枉費了我們 對你們這筆預算的這個資料 謝謝議員 絕對不會 我敢保證 我們剛才呢 王金平議員呢 他主張喔 辦理新聞 與疫情資料之研究 與分析 150萬 他主張擱置 各位議員有沒有人 複議 有沒有人反對 擱置 19頁有沒有意見 沒有 林鄭鋒議員 林鄭鋒議員 對不起齁 因為時間很多 可以慢慢來討論計算 慢慢表決齁 那個 對那設備會 影韻機那 5萬我 我是 我建議刪除1萬 慢慢來表決 時間很多來 哪一個 郭鋒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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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蔡鋒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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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處長 院長 這筆預算 你稍微說明一下好不好 我不喜歡那不清不白 好像講的不清不楚 什麼都還沒講 就被殺一刀了 講清楚一點好不好 我跟議員報告 這5萬5喔 影韻機總是有些文件要印喔 那 每一年 包括去年 包括前年 都是編5萬5 那今年到目前為止 已經花了將近5萬了 那要買什麼東西 他是碳粉夾那些的東西 小哈瓶 對 你這邊寫什麼 影韻機 傳真機 照相器材 及攝影器材 維護費 對 包括了 對包括了這個影韻機 他的碳粉夾 因為我們有些 是彩色的 有些是黑白的 碳粉夾固定會 印完了就要換嘛 那攝影器材 快門閃光燈 有時候壞掉要維修 這些 每一年都是編這樣的費用 那今年花到現在 花多少 大概將近5萬了 那還有一個多月對不對 對 對應該是應該應該是差不多 差不多 對 好啦那因為這個 確實會用到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到時候沒有碳粉夾也麻煩 那本期動議擱置 謝謝 好 擱置 好 第十九月還沒有意見 許其萬議員 許主席 處長 議員長 你現在在這個0104 我們夜評估人員 這比我們七指等的 這 預算我沒有意見 但是你可以說明一下 你現在最主要的這個夜評人員 就是要做染線清查整理 但是我們現在每一個定期大會也好 每一個工作報告也好 我們所有的議員都一直在反應要表達 所有的我們所有的這個染線呢 越拉越多 根本就沒有在清楚 包括 整個天空巷租租房 整個排水溝呢 這個水溝的阻塞 非常的嚴重 那你現在呢 染線的清理 這個你沒有執行 這也是你這個工作人員 再加上呢 你的有線電視收視 陳情投訴 那你的這個 陳情投訴專線是幾號 我跟議員報告 這個陳情投訴分過 分做兩個部分 第一個業者都有免付費電話 第二個打新聞處都可以找得到人 那我們是有設置 我們現在一個約聘人員 三個這個正式的公務人員 在處理南北桃園的客服案件 跟未來 因為明年要完成全數位化轉換的工作 所以相對的民眾 相信的問題詢問其實蠻多的 所以我們這個這個人是一直存在 這個剛才講過 預算我沒有意見 但是你跟我講說陳情投訴專線 到底是幾號 打新聞處的電話就可以了 那你們就只有新聞處專線 那這個 夜片人員的專線沒有嗎 新聞處的專線就可以找得到人 這個放心 好 那這個希望說 那個 這個染線的清查 不要徹底一點好不好 現在整個人整個道路你看到處都是啊 都像豬豬王 你看水溝啊都是染線 影響排水啊 所以說有時候 各企議員都看到了水患水災 並不是說真正的什麼營的水災啊 都是那些染線 在地下染線卡住垃圾 造成的水災水患 這個你們要好好的去處理啊 好 謝謝議員 好 楊朝衛議員 請處長說明一下齁 你請這個約庫人員齁 他是負責什麼 是負責電視監看嗎 還是只是 只是管溝在在 有沒有地下化 或者是什麼染線等等的 到底是什麼看不懂 第一個 你看全面數位化 我們不是年底要全面數位化了嗎 現在有全面數位化了沒有 我跟議員說明一下齁 這個第一個 這個約聘人員他的工作是處理 包括受理這個有線電視的各種陳情 包括染線 包括斷訊 包括訊號不好等等 那第二個部分 他也是 包括染線啊 或等等的會堪 也需要 也需要有人去處理這個東西 然後第三 這個公務局養工處 成立了這個道館中心 明年1月1號正式掛牌 那三家有線電視業者 都被我要求24小時進駐 那這個我也需要一個約聘人員 專門來處理這個東西 好的 我想這個 約庫職人員我們沒有意見啦 只是說他的職責是做什麼 你要講得非常清楚 他專責處理有線電視的業務 好的包括廣告嘛是不是 對 廣告也是喔 好這個預算沒有意見 我想請問一下 另外一個會議詢問一下 你剛剛編列的補助記者節 或者什麼記者活動 這個50萬50萬的部分 我想請問一下 每次跟市長出國的記者的費用 你編在哪裡啊 我怎麼沒看到 我沒有編這筆預算 沒有編這個預算啊 沒有編 那記者 那麼多記者 每次跟市長出國 那他的錢是記者自己出的囉 所以有些是這樣 你講的我講 有些這個是一個怨打一個怨哀啦 不是不是 因為市長出國 每一次記者出去 都是十幾個 十幾個記者出去 那依照慣例 你也不要睜眼說瞎話啦 都是我們市府出名額請人家去的啦 這個預算在哪裡 我只是要了解說 沒有關係 記者出去本來就是要發佈新聞嘛 這很正常的啊 你竟然是說記者要自己出錢 你是睜眼說瞎話 你懂意思嗎 有些的確是這樣 我跟預言報告 那有一些是這個 透過其他的局處來指引 為什麼要各局處再編一邊 這配合市長的計畫啊 所以我現在很清楚告訴你嘛 市長出國很正常沒有錯 但是市長要發佈新聞嘛 但是每次出去的時候 都十幾個記者出去 那個費用你邊在哪裡 你告訴我 你又說是記者自己出的錢 那你不是睜眼說瞎話嗎 我跟預言報告的確有些是這個樣子 那有一些是邊在別的局處 比方說密書處等等 對 好那你這樣說明 我有聽聽看其他議員的意見了 好不好 謝謝 劉茂群議員 謝謝啊 局長 我覺得你這樣耍嘴皮子啊 睜眼說瞎話 這個 從整個的預算上看 我覺得一刀兩刃啊 請問你哪個記者是自己出錢 的確有啊 我可以 你說出來啊 那我就很敬佩他啊 會後你就在工廠上講 哪些是自費 記者出行出我們公家出報導 我們都贊同啊 只是還有記者自己掃腰包跟著去 我們也要讓桃英市民知道 我覺得一刀兩刃喔 你的辯才真的無礙啊 但是我覺得不管從吉祥物也好 桃英市民當家不知道 柴鹽那個醬醋這個 柴鹽醬醋那個米的苦啊 你從這個吉祥物 240萬你連這些動作都要去 都要去這個去註冊 讓桃英市民知道 我們今天桃英市 西文處真的在 亂花我們桃英市民的血汗錢 一毛一分一毫 都是我們市民所繳納的稅 我希望說就算預算過了 我都我非常譴責 我們今天這個國民黨議員沒有來 讓我們輸這一票 這個遺誅之恨 並不是說大家就可以 讓你這個錢亂花亂用 我希望你不要再耍嘴皮子啊 能看到你的變才武漢 桃英市民也能看看啦 今天不是說你今天跟議員你爭啊 大家也是有是非的啊 不是說沒有是非啊 我希望說預算不能這樣亂用啊 而且我也希望你給他提供給我 哪些記者是自費的 我希望你提供給我 謝謝 好 葉明葉議員 主席啊 處長啊 一個早上的預算到現在 有很多議員都有意見 但是我也看到你的口才真的是很好 也很能夠變啊 我想 預算給你 沒有關係 希望是花在刀口上 可是不到你拿著這個預算啊 這哪天不高興啊 哪個議員啊 好像啊這個對你有意見一點 你就修理哪個議員啊 我覺得這是不好的 另外一點啊 這個預算也快審完了啊 大概也是差不多了啊 大概也是差不多了啊 剩下最後一頁啊 我希望啊這些預算啊 不是拿來粉絲太平的 專門說一些好聽話 專門就是做表面功夫啊 專門都行銷這個我們的市府怎麼樣啊 這個當然好的我們要行銷 但有些跟民眾生活上息息相關的 我也希望你能夠呢 能夠落實來報導 譬如剛才我們謝章文議員講的 對不對 一家稅啊 這個服飾產品要到我們台灣來啊 這些大家民眾的意見啊 反對的聲音啊 你要讓大家知道啊 可是我看你都沒有作為 所以我想啊 因為今天啊 我想來了這麼多的 這個議員的這個初期啊 很多都是跟你護航的啦 然後我想護航過了 我也希望你尊重所有的議員 不要有事沒事的啊 利用你的專業你的專長啊 這個來修理一下這個議員 修理一下那個議員啊 或修理一下這個 你認為你看不順眼的啊 所以我希望你好好的尊重所有議員 每個議員都有他的這個見解在啊 那我在這邊啊也期許啊 你自己啊好之為之啊 那剛才講到了這個記者啊 到底誰是自己出錢 睜眼說瞎話嘛 誰自己出錢 你講啊為什麼不能夠讓人家知道呢 市府出錢是天空地道的 他隨著 隨著我們的市場出去外面 對不對 不管是做外交也好 做行銷也好對不對 來做報導是正常的 有什麼還不敢講 你為什麼不敢講說 哪個記者是自己出錢的 難不成你是 你是這個大小子啊 有的記者啊 我就看不去你啦 你就看不去你啦 有的記者啊 這個大記者啊 這個市政府幫你出錢 是不是有這樣的區分啊 沒有 那為什麼不敢講 我覺得很奇怪 你揮後給大家好好一個交代好不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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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我們國人出國 出國啊 非常多人出國 那我們的這個國門就是在桃園機場 桃園機場的所有的班機啊 上面都有報紙 那請問一下這個報紙上面的地方版 為什麼不能是桃園市啊 我覺得這個議員這個提議不錯 我來跟幾個航空公司討論看看 沒有道理啊 我覺得機場在桃園 我們有航空城 整個行銷如果要能夠一致性 這個飛機上面這個報紙 地方版應該就是桃園市 我們桃園市又不是說這樣 怎麼會每次這個地方版就是台北市 我不解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要真的編這些預算 你要能夠得到支持 你是有正當性的 我認為第一件事情 要把所有的班機上面的地方版改為桃園市 這樣好不好 我來跟台灣的幾家航空公司協調看看 謝謝 好 還有沒有意見 李佳馨議員 謝謝主席 我想 我想說我是在這個審查預算 我真的是很少發言 因為我在整體上 我想說今天對你 我想有兩件事情建議你 第一件事情 剛才我們林智峰議員講的 真的 既然 你看我們在開會這個一年兩百多天 都是地方性的記者非常認真 在整個監督也在報導 那為什麼出國 我好像我真的聽說都是在外地的 在台北都是 為什麼我們本桃園市的記者 住地記者 為什麼我不是跟得去呢 他最了解我們桃園的發展 他天天在這裡了解啊 為什麼 跟書記長報告 這個 我們還是會邀請桃園在地的記者 但有一些是 你過去的記者都是外地 有部分是台北的 有部分是地方的 我希望說盡量 在我們桃園住地的記者 我們盡量 我想說 剛才很多林智峰講的 這個你根本不用回避問 本來就偏有預算嘛 你不用回避問 大大棒棒 這個我們就是 記者配合著我們市長的行銷 我們就有預算啊 幫忙行銷不是去油山玩水啊 那事實上 剛才外院講的 有的記者去一毛錢都不用花 因為沒有時間花錢嘛 因為我們正文山市長 體力非常耐操 所以根本沒有時間花 所以我想你不用回避啊 剛才陳志摩議員講的 你本來破棄地界的縣市長 都一樣有嘛 你就承認有 你不用回避 有的出錢 有的沒有出錢 有的是公費 有的是失費 本來是公費 本來過去的案例也是這樣子啊 第一點 第二點 我想說 我們也那麼熟啦 我想從今天早上 我真的 我對你表現真的 我個人的立場 我真的你不急 很多議員 有他的專業區 有他地方區 都在考量 跟你探討這個問題 其實後來到最後結果 那陳志摩議員說 你到最後才是看到你一部可憐相 慈良相 你前面一開始後 真的有所失望 其實大家探討的預算沒有問題 議員本來就監督預算啊 是不是 就預算啊 那你本來要接受議員的監督啊 那你不用用那個 用反打的立場 反壓制的立場 我不想 我現在各級出事都一樣啊 我希望說你能夠接受議員的指教 好不好 好 謝謝 處理長 謝謝 好 那個 我們十九月 因為有好多人發言 我們再徵詢兩位議員發言 好不好 萬美玲議員還有魯明澤議員 那 萬美玲先 第一次發言你先好了 那個處長 因為大家對你戰役都有加啦 因為大家 確實你有攻擊力 我也一直認為說 所有局處 看到最強的就是你 我請問一下 那個 你第二年了嗎 今年度 105年度 你所有的代狀的一個刊物 出版的一個文宣 比去年啊 增加了多少 增加了有幾份嗎 你說新聞處的部分嗎 有沒有增加刊物今年 新聞處只有桃園智這一份 新聞處只有桃園智這一份 啊 新聞處只有桃園智這一份啊 兩三份嗎 沒有只有那一個 今年 你們只有這一份 刊物 對 那今年出了幾刊啊 今年到現在 十一月出了十一刊啊 有沒有比去年 你們的刊物有沒有比去年少 呃 沒有 去年跟今年都是三萬份 那明年我打算做兩萬份 所以其實啊 今天啊 預算有沒有三 或是說 預算有沒有什麼 什麼附帶決議 我發覺齁 我覺得真的沒辦法 對於鄭文燦團隊啊 這個 我是覺得不知道是主計厲害 預算玩家齁 我真是已經沒話說了 我在問你的原因是因為 去年給你三調有三千多萬 去年三調你開幕三千多萬 我問你說去年跟別人有什麼差 你應該跟我說哇 議員你們三調我開幕三千多萬 這個還到最後還跟我們拜託說 能不能再回你再回一點 不然完全 完全只能做半年 那都你們說的話 你當時說的話 所以三月總共幾個預算項目 今年的預算一百零五年啊 你在執行預算 我們是三月三千多萬 你們每次碰到我們也是在跟我們complain 結果居然對你 你們的開幕是毫無影響 所以我佩服你們的能力 跟預算的支援的一個部分 所以今天你這樣可以去做 又把預算恢復到去年 我們還沒刪之前的水準 又把兩三千萬的水位補回來 我也覺得其實我們議員 也不知道在做什麼 你新聞處刪了 希望你看誤不要做或檢討做了 你操作不誤 刪了三千多萬對你毫無影響 我們講客家事務局不帶決議 編了三千萬的客家文化基金 未來不准再編 他操編不帶決議也無效 公測會我們刪了五百萬 你們用一個新計畫 把他五百萬 現在這次又把店戶回來了 這跟你賠關 航空城 我們這麼多人過半的 刪除了三分之一的員工的薪水 居然一個人都不用走 又一個公司法提了新計畫 我是覺得 預算這樣玩下去 我們是坦白講 我們看到自己的議員的慚愧 我想今天不管在野黨 不管是本身的是執政黨 反對黨 都一個尊重議會的一個議事的精神 意思表達在這邊做完成 我們當決議之後是代表過半的議員 代表桃園市議會做出來的一個決議 但是如果你們我舉這麼多例 我沒看到很多 都是完全不在乎不尊重完全沒影響 就不要 包括你的預算是不是當時普遍了 三回去你剛好到剛好而已 我也不清楚 各位副市長 我講的是我個人的感慨 好 萬美林彥 好 謝謝主席 我想有新聞處長 因為在這第十九頁有很多啊 跟這個記者相關的 跟新聞相關的語情收集等等 所以我覺得說 今天當然啦 我覺得這個你人員也不錯嘛 這個民進黨來的人非常多 所以不適當的預算 我們也沒有刪除掉 但是呢 我真的要與眾信長提醒你 今天預算給了你 真的要好好用 那大家說這個新聞處長是 這個市長最佳的化妝師啊 但是我覺得你除了扮演化妝師之外 最厲害的是扮演了很棒的攻擊手 那我覺得攻守攻守之間 你真的做得不錯啊 那我希望說這個 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對你真的是戰獄有加 那不要說好像我們今天講 都是你的缺點 有稱讚的地方我們也要稱讚一下 只不過我只要告訴你喔 今天攻擊手是一回事 化妝師是一回事 有時候啊 你知道女孩子化妝是這樣子的 如果她的皮膚不好 長了一顆青春痘 你沒有去把那個青春痘痘好 你只是把它塗上很厚的粉 一直塗一直塗 到最後那顆青春痘痘它會爛掉 那麼它會現出原形 所以這是我不得不提醒你的地方 那另外呢 我想因為你跟記者這個互動的非常的這個神喔 我也要提醒你喔 過去我看到一個新聞喔 這個新聞這個大標是這樣報的 誤報體育會處長性侵 三立合記者判賠三十萬喔 那這個新聞我們要去研究 為什麼會誤報 為什麼會造成人家名譽上這麼大的傷害 結果最後呢搞得官司在身上 還有前科 然後還要判賠三十萬喔 那我想喔 這一點喔 我們要小心喔 要注意喔 這個不要常提供錯誤的訊息啊 去給記者媒體 那記者媒體真的也要小心一點 因為有時候西文處喔 不是那麼專業的時候 提供出來的東西 萬一啊 還不是完全正在化妝師的角色 如果他掩蓋掉一些事實也就變霸 他是站在攻擊手的角色 那麼他是要攻擊哪一些他不喜歡的人 那我跟你講 結果到頭來啊 罰錢的跟有前科的都是記者啊 所以這個我在念詞給你聽啊 誤報體育會處長性侵 三立合記者判賠三十萬 所以我想喔 我們在做新聞工作的時候啊 提供出去的東西要真實 要真實啊 不要你自己沒事糧糧在旁邊 然後咒爪人氣死對不對 結果有前科的判賠的都是記者 所以這一點啊 我要好好慎重的來 慎重的來提醒你喔 然後也不要害到我們辛苦的記者同仁 那當然我想 以啊 我們看到這一兩年來的新聞專業的表現啊 我也是要提醒很多的新聞記者朋友們 對於新聞處提供出來的東西 要再三查證 真的不要拿自己去開玩笑 對不對 等一下新聞處長兩手一攤 不干我的事啊 資訊都不是我提供的啊 我沒這麼說啊 都是你說的 所以我覺得 呃 在這裡替這個記者喔 這個抱不平啊 那最後呢 我想 呃 在這裡這麼久 你這個新聞處其實喔 團隊裡面很多優秀人才啊 我建議你啊 很多地方跟顏梓傑多學一學 喔 他的專業 他的代人對不對 各方面 好好跟他學一學 然後呢 陳志摩議員的意見 多聽一聽 這有助於年輕人未來做人處事啊 好不好 好謝謝 好 正在19月還沒意見 各位議員休息10分鐘 好20月有沒有意見 有 那個 謝謝張文議員 那個 處長喔 議員長 我請教一下那個一般事務費喔 那個 13萬喔 要推動那個 纜線那個貼標 貼張的那個事情喔 我請問你 這13萬喔 你要怎麼去執行 你執行的範圍 到底有多大 因為 因為事實上喔 這個纜線貼標章 本來就是 法律上面本來就 我們有就 相關的這個條例喔 去做這個規範 可是長期以來 因為這個纜線呢 呃 不管是台電的 或者是 呃 第四台的 或者是那個 就是廣播系統的喔 或者是其他那個 固網的那個部分喔 那因為 呃 長期以來沒有這個 做這個整理 然後呢 也沒有把它標示的清楚 那所以呢 一旦發生斷訊 或者是斷電的時候 甚至有時候 危害到民眾 這個安全的這個時候呢 就一時沒有辦法喔 找到這個 所謂的這個業者喔 那造成了很多的這個困擾 那再加上呢 這幾年來喔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們桃園市匣內喔 我們的這個天空喔 真的是被這個 蜘蛛網喔 而籠罩著喔 所以我現在想說 你這13萬 你到底要怎麼去執行 你這13萬夠嗎 你執行的這個範圍 到底有多大 如果你全桃園市 要去做這個 纜線的這個標 那個標章的 這個貼士的話 到底 你有沒有估算過 到底要花多少錢 我跟議員報告 第一個 這個新聞處 是配合這個 養工處 這個 向市長在市政說明會 有講到 明年會編列一些 會編一些 這個 染線清整的示範區 我們會配合這個 示範區來做 那第二個 13萬我們預估會印15萬張 那我大概有估算過 陳如剛議員所講 15萬張 然後五個系統 包括有線電視啊 台電這些等等 五個系統 預估15萬張 可以涵蓋 如以每500公尺 貼個標籤來算的話 可以涵蓋大概 這個12500公里 所以我想這個 應該是可以應付 這個幾個示範區的需要 那你說養工處的話 那邊列多少錢 養工處的示範區的預算 我不是很清楚 我也在想說 等他們的示範區匡列出來之後 我們再來協調 要怎麼辦 說實在的啦 這個電纜線的這個部分 那長期以來 我對這樣的一個議題 其實投入了很多的心力 去做這個資料 這個整理 那我希望 你這13萬的這個經費 事實上 以我的這個判定 我是認為不夠的啦 那我希望呢 你跟那個養工處 能夠密切的配合 那雖然現在是先找這個示範區 其實這個沒有所謂的示範區 不示範的問題 應該是要全面都去做這個 纜線標章的這個計畫的這個執行嘛 對不對 你這樣子的話 才能夠把 遇到問題的時候 才能夠把相關這個 這個纜線業者 他的這個責任理清楚 而且呢 對於我們市農警官的一個整頓 也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忙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拜託那個處長 好 二十一也沒有意見 二十一也沒有意見 好 以上新聞處預算審查完畢 好 各位一員休息十分鐘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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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ähr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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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